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我策字算命之事吗 记得 当时我们正在谋划大略 眼见事成 只是不知为何您策过一字之后 就掩齐息鼓 扶手听命妙庄王了 而我又不敢问 丞相当时说过 谁敢再演图谋篡位之事就要看头啊 当年柴子说那十字 尚无天时 下无地利 就却这上下两道 不为王字 当时谋反 必败无疑 若十几年之后 方可成就 我桃光养灾了十七年 结果又如何呢 大小姐没有当成王后 天宝又是个不争气的东西 没有被选上驸马 眼见着机会一次次错过 你看 现在是不是忌讳了 不然再过几年 或年事见高 天宝又难成气候 或于岂不只能以区区丞相藏黄土之下 凭丞相的文才武略 盖世奇才 怎能屈尊人下称臣呢 常言道 成事在天 谋事在人 既然天宝已说要十年之后 可现在十七年时机已到 就看丞相如何打算了 可是 我实在等不及了 既然丞相决心已下 这事以我之见就该一步步的下手了 老太后现在已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我们要设法除掉两个人 罗宾不离大王左右 要设法调开他 国舅变量不可再留 丞相决心 丞相决心 这事叫给我去办 等些日子会有机会 现在嘛 先去大象山 公子 那边有灯光 你快看 九搜那家 小儿 我问你 一个月前 可曾有个草山东口音的小子 带着一个年轻姑娘住在这里 小子记不得了 快说 不说实话 老子定真宰了你 一个月前确实来过两个人 那汉子不胳膊还受了伤 咱们离开店去哪儿了 去尹家村 说 去尹家村了 走 去 去也就打热了 走 去去尹家村 来 你到底想吃 这是什么 糖 你才动 走 走 快去 走吧 走 快点 走 好 我不行 我不会跳舞 快快快 我真的不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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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好 太好了 好 孩子大了 懂事了 心思也重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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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跳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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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來 太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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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子 太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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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山林上 这月亮更好看 山里人远离红尘闹市 朴实善良 关联妹妹 要在大香山安家吗 这里山没 树没 水没 人也没 妖善姐 我爱上大香山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看 刘兄 什么东西那么亮 快看 小哥你去吧 尹哥 你看莲花棋里落下一个水球 你看 很好看 怎么回事 这是什么 你想要吗 我 我 妙善 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 可下五阳可上九天 尹哥 我 这桥下有三个大岩洞 水流湍急潜下去那就没命了 大伯 谁都下不去 那怎么能说又有凉亭又有桥呢 那走上几倍都这么说 丹哥 哎呦呀 这个不是不要命了吗 如果你下去就没命了 快上来 这怎么办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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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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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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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下腦子怎麼有傷的? 恰恰 妙善 妙善 怎麼出事 剩下來了 妙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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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了 孩子 你上衣服 妙善 妙善怎么了 妙善也在水里 跳在池子里求你一直没上来 你们看 没有 妙善 你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有没有不舒服 没有 你可真把娘给吓死了 这孩子 这孩子怎么像没沾过水一样 妙善 从没见你下过水 你怎么学的水性如此之好 真是奇事 我什么也不知道 只觉得下面晶莹透亮 五光十色 你见到什么了 好像有个大花园 凉亭 九曲桥 好些岩洞 还有这个 这是什么 这东西看似平常 说不定是宝物 不呢 让我们看看 我看看 普通的瓶子 就是 我看有一点来头 哪像宝肥 真是 今天可遇着坏事 走走走回家了回家了 这把瓶 你把我收拾挺好的 这是想回去我的东西吧 今天很奇怪 我也想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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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善姐 咱们快走吧 嗯 少爷 他们俩找着了 封锈 亮 你也逃不出我的手心 今天老子是来报那三彪之仇的 你快走 他们由我来对付 由你对付 你是准备许身为妾 还是准备救弟一死 妙庄王法 你们懂不懂 我霍家说的 做的 就是王法 你凭全世践踏王法 妙庄王治不了你 但你霍家父子切记 佛法无边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劝你弃恶从善 免遭恶报 来人 把这两个美女一同绑回府上去 是 哪儿跑 给我上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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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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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啊 哎呀 不夸了 大香山出了一个白蚁活神仙 把把儿子打成这样 来什么活神仙 公子别急 请慢慢讲 爹 官府要饭 蓬莱大侠观清风在庙会上捣乱 孩儿与他打了起来 那命犯还险些用三根飞镖要了孩儿和王虎王豹的命 啊 为缉拿这个逃犯 孩儿就和王虎王豹率兵追捕到了大香山 可没料到他把我们打成这样 白蚁仙子 白蚁仙子 难道世界真有神仙 哪里有什么白蚁仙子 无非是东边法术而已 我就不信 老夫的法术降服不了他 那待哪日我去收拾他就是了 对了爹 那白蚁仙子手中还有一个怪瓶 丞相 有了 我有一剑双雕之策 你们两个先退下 是啊 丞相 那关清风是命犯 我们霍府要派兵去哪 天保又不是他们的对手 请丞相奏名大王 把大王身边的御将罗宾 调去大香山剿贼 如果那白衣女子真是厉害 便可借刀杀人 除掉罗宾 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要趁机策划 起兵夺位之事啊 好主爷 待我近日去寻寻那厕子道人 如赴天意 妙庄王身边吴罗宾 夺去那妙庄王位 还不是囊中取物吗 这宝物一定是佛门所受 用来保护大香山除暴安良的 嗯 妙善 你一定要精心保护 不辜负佛祖对你的重托 妙善并不辜负佛祖一片苦心 杨善成恶 救护救难于向善黎民 承接一切从恶者 嗯 老伯 老伯 今天头伤打电 我的心里都安定不下来 越琢磨越觉得 他们是冲主和官邻来的 我们俩得赶紧走 不然会联练你和乡亲们的 这怎么能行呢 你们兄妹的事啊 就是我们大香山百姓的事 再说恶人总要作恶的 关大侠 你现在要 要加紧训练护山队 要加紧传授武艺 以预防官军再次进办 老爷 宫廷罗玉卫有急事求见 肃请罗将军 是 国舅 罗将军全副武装出了什么事 国舅 今日丞相去宫中见大王 说有一朝廷命犯逃到大香山 霍天堡率兵缉拿 发现那命犯 就隐匿在大香山莲花村 还讲 有一个十七八岁的白衣女子 会法术打败了官兵 霍丞相 举剑末将协同去捕捉罪犯 大王已应允 我便赶来 与国舅商议 这么巧 那命犯也到了大香山 是的 我正为此事想找国舅商讨 我曾让手下心腹之人 打听到尹妈一家迁居的地方 就是大香山 尹妈的失踪 其妙一直怀疑 如霍与见到尹妈 三公主的事就可能泄露 丞相这次不去 只让我和霍天堡通去 嗯 将军这次去也好 设法借机 见到尹妈 告诉她 无论如何 不要透露三公主的身世 是 待有了时机 我定会禀报大王 将三公主接回宫中 另外 这十七年来 我们为何不与她联系 就是怕走漏了风声 凡让三公主遭到毒手 这事儿你一定要跟尹妈讲明 尹妈是个深明大义的人 她会明白的 国舅之意 莫将明白 只是这十几年来 只是这十几年来 大王每每让我寻找三公主 我总说下落不明 无法寻觅 届时还请国舅 向我替大王申名 以免降罪 将军都是为了三公主的安危 我到时候 一定要替将军奏名 请将军放心 我还有个猜想 那个十七八岁的白衣女子 会不会就是三公主 三公主来历不凡 或许有千副之术 将军此去细细查明一下也好 将军万不可大意 一定要确保安全 十几年来 我一直在暗中观察霍宇 怀疑此人有图谋篡位之心 只是尚无证据 现在朝中大将众多 偏偏举荐你一人 我担心他是要借刀杀人 以清军策 还望将军你多多当心 清国就放心 我自当注意 专相夫人请歇息 多事滚 找不到策字的道人 这有什么 说不定十七年前那个道人就在骗你 当年窜了位也就窜了 父人之见 篡位篡位篡完位要服天意的 懂吗 到时我想篡位了 你当了大王 我又当不了皇后 不过一个妃子罢了 你这老东西 画画肠子 到时候还不是三宫六院 哪还有我的份 你这个小贱人 再说我就宰了你 你 好了 我的许夫人 老夫是一时心烦 得罪了我的美人 你想想 满街的策字不挂扯 几日之内呼的都不见了 这岂不是奇怪的事 现在是好时机 既怕错过良机 又怕有备天意 不敢轻举妄动 你说说 我这心里头 能不烦吗 切言之意 也不过是想 劝劝陈相 大丈夫敢想敢为 既有此心 与其仇处不前 不如大胆一试 成者为王 败者为寇 不过如此 你心烦 倒拿妾身来撒气 美人 你说的对 容老夫再细想想 现在快陪我睡觉 哈哈 霍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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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是谁 不必多问 你身为一朝之相 不思忠心报国 反而朝思暮想 图谋篡位 该当何罪 凡夫不敢 凡夫不敢啊 凡夫不敢 你欲夺王位 有做王位之野心 你瞒得过凡夫俗子 你怎么能瞒得过我的法眼 还想抵赖不成 老夫罪该万死 罪该万死 罪该万死 只要你能对我道明此心就好 我正是为此来帮助你的 你要夺取王权 必须先除掉一个人 这个人 是你最大的障碍 有他无你 有你 无他 请大仙 度度指教 你还记得 十七年前 妙庄王后生下一位妖孩吗 她还活着 如今就在大香山 贵公子所言的白衣仙子 正是她 名叫妙山 那妖孩当初不是扔进海里被鲨鱼 难道 难道她还能起死回生了 那不是什么妖孩 乃是天界的一位菩萨 她本来成祥云而来 后来乌云四起 包裹其入宫 那都是我使的魔法 她来到这个人世间 本来是为了铲除邪恶 救苦救难 这当然包括你这等图谋篡位之人 也包括我 我本想趁她刚出世 羽翼尚未丰满时就除掉她 不料想 她竟被宫中的老侍女尹妈 和宫廷御将罗宾所救 罗宾扔到海里的只是一块石头 而真正的三公主 已经在大香山长大 这十几年来 我几次想除掉她 一直没有得逞 如今 她已修炼的 又连花护身 我等天界之物 也无法接近她 现在 我只有靠你这个凡人了 你 愿担当此任吗 还请大县明示 如何才能除掉她 看你下了这副样子 如何做到江山 你放心 今天 我赐你两件法宝 有了它们 她必败无疑 凭这两件法宝的魔法 你自可呼风唤雨 随心所欲 谢谢师傅 今后 我收你做弟子 你试试 要照此数行事 万万 不可有 弟子 一定照办 行了 别练了 歇歇吧 遵命 你啊 就知道练武 一点也不动脑筋 哎 公主啊 这话从何说起 哎 你怎么一点心计都没有呢 父王为妙英 选了孔蒙为驸马 那孔蒙是文状的 他在庄园一肚子掏掠 将来 对咱们是很不利的呀 哎 孔蒙 我不把它放在眼里 一个文弱书生 就算他心眼拐上十八道弯 也挡不住一箭 一个国家只有兵权 那才是真权 你说话总是这样莽撞 怪不得父王不喜欢你 你看 咱们结婚已经二载 父王还是没把兵权交给你 那你说怎么办 你要常随我去宫里请安 另外多读点书 有机会在父母面前展示一下 让父母知道 你既有卫国之武 也有安邦之文呢 旧医夫人 一国之政万之 驸马 此话怎讲 我是担心父王啊 你是说霍丞相现在权势太大 父王将王权旁落 公主 公主 真是悟性极高 父王乃一国之君 喜万人之命于奸 怎可将国事 圈交于丞相处理 或于为人霸道 人心尽失 如今朝臣之中 已有人议论了 那不正好 我们趁机奏鸣父王 你可以取耳代之 圣人等辅食不能为食 霍与目前大权在握 朝中虽有议论 但未成气候 父王人信任于他 我们要审时事变才行啊 你呀 就是书生气十足 父王当初选你做驸马 就是看中了你的文采 希望你将来能继承王位 你还怕什么呀 一个丞相 父王说免了 那还不就免了 去去丞相 我并不放在眼中 他权在大 也继承不了王位 我担心的还是你姐夫 武大雄 他算什么呀 一个武夫 用武则先威 用文则先德 我们要以德克威 公主今后我们要广纳贤德之人 与朝中的文武百官交往 吸住众人之心 我就知道你是一个有心计的人 来 罗将军 喝酒 喝了酒 来 好 好 禀罗将军 派人四处打探 各山间路口都有山民持戒放哨守卫 下去 这些穷鬼还想抗拒官兵 各路多派先人马三下五除二就了事了 罗将军 大江山已被我们团团围住 天色已晚 为何还不动兵 是啊 罗兵 这次抓不到朝廷命犯 看你如何回去向大王交代 我们这次抓的是朝廷命犯 与山内的百姓无关 山民护山也是合情合理 你们不要加以伤害 大象山现在以备围住 让到关清风也逃不出去 你们先在这里等候 让我明日单独抹上山去 探个究竟 在商议如何进兵 罗将军真是英雄虎胆 只身闯苦血 小弟佩服 来 给罗将军上酒 是 没有我的命令 谁也不许轻举妄动 老将军 要是见到那白衣娘子 可别只顾一个人尝仙 一定要带回来与小弟分享 听罗将军一身武艺 拿那白衣小妞不成问题吧 罗某告辞了 酒瓶的罗军一人对付官家兄妹或许还行 真要遇到那白衣娘子非丧命不可 上酒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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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